好,玩具AV,今天講一下限定板的問題 很可愛的,今天很細小就拿了一個限定板鎖頭 又是俗稱是涼涼 好,好,好,好 怎麼做呢? 這程度上升,就不能成為本物 這聲音讓你們聽清楚 好可愛的,原來來到今時今日這個互聯網年代 仍然很多人搞錯了限定板的價值 當然,你說是心頭號,當然沒有相關 那就照著手吧,借版版 但有些人會有一個錯誤觀念 以為限定板一定會 難聽你說以為是保值的東西 其實就很基本的消費常識 今集也可能是媽媽是女人 所有人都知道限定板不一定保值 就是以這套鎖鎖為例 雖然它也是限定的 但是黑色的兩顆 找少年詳細問過了 做了功課,檢查過了 聲效,原來是一樣的 也是扭蛋板鎖頭 不過又黑了 所謂的特別之物 就是這個涼涼鎖頭 但是那兩顆黑色的 很多人就是搶 反而這顆 原來很多人就會 一扔後這顆會放出來 很有趣 完全的觀念 如果從一個保值的角度 或者收藏價值的角度 根本錯了 黑色版那顆 難聽說 你找一個扭蛋的 幾十元 用一個標誌 用一個標誌的游客就可以了 對不對 聲效一樣 反而為何有限定板 好像我們這些 其實在過往經常發生的 被人當作不值錢 賤賣放出來 但可能過了一段時間 會噴噴聲升值 升到傻了 其實就是在於 它的商品本身 設計是 後面設計的理念 這次的涼涼鎖色 有趣的是什麼 因為它是用回 演員的相片 發音不好 以及是他錄的對白聲 那這件事 有否有什麼特別 當然有些人只是 傻傻傻地看電影 不知不知道 就發生了什麼 想想 不論在B公司 它是贊助商 但是它是 阿東仔的拍攝 變成了 一件產品出來 這個就是 版權分佈問題 千絲萬鈕 沒有的 我們一般消費者 是不能夠理解到的 所以 為什麼有些商品 會轉頭 不斷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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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重複重複 因為它只是跟回 電影中的 變身器 聲效 BGM 之類 當然 這些聲效的版權 是歸誰呢 他們在拍攝前 已經完成了 但是 一來到 有人樣 和對白聲 這就是 有雙確語 有否聽過 超障權 演員的演出費 最經典 記不記得 曾江叔 美玄發財事件 因為拍廣告時 沒有寫清楚 時效性 結果被人播了幾十年 你猜一下 現在二十世 二十世紀 那些事務所 是不是這麼頻 還有日本 每一個演員 出鏡裏面 每一部分 版權隋屬 可以商品化的範疇 這些是錢來的 會不會沒有談好 一定有的 不是變成 我和你拍完一輯戲之後 我一輩子 要讓你拿來 不斷出商品 我有豆領 現在沒有人這麼笨 所以 為何要特別在 這個 梁梁諾斯 也想到 這位演員 本身也是 在日本 有些 演技派 聽說 也頗受歡迎 那 你覺得是 事務所謂的品 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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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冷 嘩 嘩 錄影 大家一次 不要緊 好了 所以 為何 同樣是限定版 記住 不要聽限定兩隻 勾沖 黑色兩隻 因為 就算 哎呀 我拿著限定版 高價 放出去 人家 不是沒有替代品 我用一隻扭蛋 由黑去一樣 你認為可以叫到很高價嗎 當然 有些東西 釣到魚 反而 就算了 這些 在通學版 是真的沒有的 而且 還會受到 其他 後面很多 我們消費者 不知道的 合約規限 那 還能不能夠 再產 會不會 可以投胎出其他商品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那 變成了 這些 所謂的限定版 甚至有些 通學版 將來 市貴的說法 升值潛力 或者 將來 受歡迎的機會 相對 還會高 是否很簡單的道理 記住 物以罕為歸 通街 也有得賣的東西 就算是限定 但間間店鋪 大堆貨 算不算限定呢 問題 有些東西 去到一定時間 沒有就沒有了 出完水 就沒有了 記住 限定版 有兩種 一 受到客觀條件限制 不能夠大量 限量生產 或者限定版 另一種限定版 只不過是一種 飢餓銷售術 引你購物 讓你勾充 其實屋舊是甚麼 通學版 有沒有分別的事 好了 慘了 說了這麼多 又要被人打 又要被人追殺 算了不要緊 我這個頻道是得罪人的 其實 去到這些位置 都不須多說 來到21世紀 2017年 如果連這麼簡單的事情 都 17歲 我剛剛上次遇上了少年 都還沒有分別的事情 那就要讀多兩年書 好了 我就讀得少少 今天吹著這麼多 拜拜